在台中有个民众投诉在市场用七双两百块钱的价格买了台制的袜子 但没想到每一次穿脚趾头脚底板都会出现有黑色的粉末 鞋子里头白色内衬也被染黑 夸张的是把袜子拿去洗 整缸水都变黑了 消费者投诉厂商 业者知道之后赶快的要追生产线 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一脱下袜子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脚板脚趾头整个黑妈妈的 用手指头一抹 上头覆盖了一层像是黑色粉末 把脚举高抬起来 连胶底板也黑了 脚都可以拿来写毛笔的 你是去政策吗 太扯了 便宜或几十块的袜子也不该是这样 染剂不用钱 消费者直呼太夸张 没想到日前在市场以七双两百块钱 买了标榜小短袜的袜子 品质却是这样 整个脚指甲都是黑的 这个MIT的呢 我看起来MIT的 哎呦 看到倒掉了 还是还不晓得有没有毒 脚被染黑白色鞋子的内衬也没幸免 翻开黑了一圈 以为把袜子洗一洗就会没事 但一下水更吓人 天啊 这是什么水啊 墨汁啦 墨汁啦 这种袜子穿一次就不敢穿了 真的不敢穿了 只是这黑黑的粉末 怎么来又怎么会把整盆水染成黑色 在染的时候 它用的助剂上有问题 或者染料的配合上有问题 如果长时间和皮肤接触 很可能会过敏 消费者就是担心买到烂货 才会指名MIT 但没想到使用后 心得却还是不满意 中天新闻六荣于公寓的王一超台中报道